是否年度大潮 高平野海地区陆续出现了海水倒灌的情况 那么在迄今靠海地区 水呢还淹到了马路上 住户们纷纷在家门外堆放了沙包 就怕海水淹进家里 但由于明后两天还是会有大潮出现 民众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是否年度大潮 高雄迄今靠海的地方 因为海平面上升 海水直接打上岸边 原本是助力在岸边的铁围里 都因为海水退去之后泡在海里 一早六点多满潮 起即出现海水倒灌的现象 虽然海水在八点多过后就已经退去 但地面上还是有部分的接水 有的民众走在一起一天 就在家门外放着沙包 沿返海水淹进家里面 就是因为被去年的大潮给砸坏了 就去那个边 对 因为地球和太阳的引力 奏成地球海水的愁起愁落 被称为天文潮 而各地年度大潮的时间也不同 像是今年7月20到7月24号 西南部沿海地方 台南到屏东 和东北部沿海 新北基隆 宜兰就会出现年度大潮的现象 明天的话还会比今天 再稍微再增高一两公分 后天的话会跟今天差不多 另外箭头转到屏东东港 民众拿起手机录影 很营惑 明明没有下雨 为何地面上会积水 事后才知道原来是天文潮 从中作梗 由于凯米台风逼近台湾 气象署也提醒沿海地区的民众 要严防海水豆冠 出现积淹水的情况 这位沐天王陈龙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这位沙船